疫情持续严峻 北市福在防疫记者会宣布 24号起所有餐饮店饮料店全面禁止内用 只能外送或外带 商业处透过先前建立的联系机制 于第一时间立即经由赖群组电话通知等多元方式 与本市的百货连锁卖场四大超商商圈组织等各营业场所联系 我们台北市所有的饮食店饮料店 不管你是餐厅、夜市、百货公司、地下街、美食街 甚至是这种早餐店等等 一律全面禁止内用 只能外带跟外送 因为事实上在临床上 脱下口罩吃东西的时候 甚至讲话 特别是在同一个桌子上吃完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感染图鉴 既然疫情没有趋凡的趋势 我们在既有的自动自发的封城的基础上面 还要在更严格的管理 这还是就尽量在吃东西的时候 是维持一定的距离 另外台北市政府所管百货、卖场、超商等场所 除了上述宣导外 亦将派员了解禁止内容 落实实联制等防疫措施是否落实 积极辅导业者符合防疫规范 共同抗疫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